张化县和美镇 有一家专为鞋子开设的医鞋院 乡亲们有毁损又舍不得丢弃的爱鞋 都会来这里请无金术师傅修补 对于生肠人士特殊鞋款 无金术也能得心应手 予以最专业的服务 因为它的脚 它落差了几公分就是两公分或是一公分半 而能帮忙它的那个宽观骨 不然它的膝盖跟宽观骨会受伤 而做这个加高的鞋子 让他们有一些残照的朋友 或是说它是需要这个去平衡 对它的身体健康才有帮忙 因为我们这个 我在仁爱学校服务 和美实验学校服务 包括有一些学生 校友他们也有这个需要 我都给他介绍来吃 因为他就是说 体贴就是我们这个不方便 尤其这个鞋子 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都想尽办法帮我们修好 拥有40年专业治鞋经验的吴师傅表示 鞋子都有它的寿命 长期磨损而不去处理 很容易导致膝盖骨骼发展 进而影响身体健康 你如果用到平衡下来 你看像鞋子炒那么多 你站起来看你在走路 我炒多少 他每一次走就走这样出的 所以膝盖它会变血 会变血 对有些人他是磨这样子是正常的 假如他是磨内侧 磨内侧 他人家说他是有这个内翻 脚内翻他还得不好 一般我们你要看 打完这90都会外翻 这次我修理好 要让你看 是怎么他以前外那么多 他就没修理 这次我就修理好 他走起来就会平衡 也希望透过修补鞋子 来传达一种珍惜的观念 让更多人懂得 习服感恩的重要性 公益频道张华允 何美采访报道